本期视频由范道原创制作 城市的名字有时也代表着一种文化一段历史 一些城市为了凸显出自己的独特性 甚至还经历了改名潮 有些城市名字越改越出彩 而有的地方则被人们吐槽改得太失败 下面小编就来为大家带来五个改名最失败的地方 看看你的城市上榜了吗 这第一个便是安徽省的省会合肥 这个名字看上去是不是有一种浓浓的化工厂气息呢 再想想合肥的原名卢州 多么诗情画意的名字 一叫上去是不是脑海中便浮现出 置身卢州月光下的浪漫场景了呢 第二个黄山市 听上去真的是简单粗暴 大概是因为有座名山 所以一座城就改名为黄山了吧 而黄山市的古城为辉州 既是辉州故里又是辉文化的发祥地 如此远远流长的文化 竟为了当地旅游业的发展而低了头 怎能不叫人遗憾呢 第三个是陕西省省会西安 一提到西安 想必不少人就会想到羊肉泡馍 勤兵马俑 的确西安不仅是一个美食之都 更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 而更名前的西安 就是古代 颇多文人木刻作品中的长安啊 遗憾的是 昔日长安白日照春空之景 大概也在十先李白的笔下定格了吧 第四个宝鸡市 这座城市拥有超过370万的人口 GDP超过1900亿 被誉为炎黄固里青铜器之乡 有谁能想到这样一座飞速发展的城市 在古代称之为陈仓呢 没错就是那个著名的成语 明修战道暗渡陈仓中的陈仓 它指的就是现在的宝鸡市的东部 最后一个驻马店市 河南省地级市 乍一看这座城市的名字 还以为是个古代打家住店的小客栈 放到现代顶多就是个小镇 但其实驻马店市的人口已经超过了900万 GDP也已经超过了1600亿 据说驻马店市的原名为汝南 就是三国时期重要人物袁绍的故乡 但如今汝南只能算作驻马店市下下线了 这是不是有点大名小用了呢 现代化的飞速发展 使得一些城市的名字也经历了变更 变得更加现代化或者说时尚 令人遗憾的是 虽然这些名字更符合时代的潮流 但却遗失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历史文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